原来是这个深褐色的 然后这个已经被水泡得有点减黄 已经被水泡得已经黄了 在那边这里的 这边是这里的 这个地方 包括小王节 包括大王节 李大哥今年58岁 1987年来杭州打工 现在一家三口 住在杭州丁桥的广与上东领地 房子是2011年交付的 他说第二年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现在客厅以及两个房间的踢脚线腐烂 墙面也有一些泡烂的痕迹 客厅这面墙就是房子的外墙 李大哥说一下雨就渗水严重 夏天还会有虫子爬出来 开发商派人在外墙 涂过两次防水涂料 屋里都是自己花钱修的 实际已经七分块钱已经花下去了 到了那客厅公司不肯呗 客厅上不肯呗 那心情肯定不舒服呀 实际辛辛苦苦这样 大拼了一辈子 买了这个网子 我还讲如果他不能学 我说就要叫他别 我实际学 在我这么多年书呢 包括金人生受许 武功许 包括交通许 电话许 大概我节目矿胜了下 我都发现一行 二十二万多 喂钱 喂钱修过的 里面没修过 前几天 我们开发商他们那边 也跟我联系了 因为喂钱 不管怎么说好不好 他们就做一下 做一下防水 确保更加没问题 对不对 根本他联系了 他说没时间 但是赔偿的问题 他说要多少多少 这个我是肯定是说不了的 你说是十多万了 几十万是不可能的 张主任帮忙联系了开发商的工作人员 对方没有接电话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发稿前没有收到回复 李大哥说 他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幼白包 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颈队吗